那么其实就有研究团队就预估说 每当ChangePT提出五个问题或提示的时候 它就需要喝一下500毫升的水来冷却这个数据中心 不会成为新加坡绿色转型的一个障碍 哇人家弄到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用ChangePT 所谓数据中心 中新加坡转移到Low4这个已经在进行着了 只是说很坦白说我对这一点 我并没有太过乐观的 你要转移的应该是建于这个数据的各种高科技产业 而不是数据中心 其实我看到这个东铁在建筑的过程当中 其实同时在进行的我也看到有高速公路正在建筑 其实我们究竟是比较鼓励要大家继续的开车呢 还是要大家多搭乘交通工具 很夸张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可是几乎家家富富两三部车的 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